源自中国和日本的灵感 这枚大约在1925年面世的交接手拓 洋溢画艺诗情 犹如一幅来自东方的山水画卷 东方的楼阁树立河畔 金银的钻石汇流成荧光灵灵的江水 栽着一叶变周 红宝石为天际磨上一道晚霞 绿宝石在树梢上悉速作响 玉石 特别是珍稀的印玉 原为蜻蜓皇帝偏爱的宝石 此时成为了西方珠宝艺术的热门素材